近期有两位政治人物 有一点点过期的政治人物 重新成为媒体的焦点 也成为舆论的焦点 说的就是前首相马哈迪 以及行动党的全国主席林冠宁 为什么这两位人物会同时出现呢 就是因为一本书叫做《破灭的希望》 而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前新闻从业员 他以前是FB 然后也曾经担任过奥杉矶 以及新加坡传媒的记者 那么他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章节 其中跟大家来谈的就是 到底老马有没有威胁说 要炒林冠英鱿鱿呢 那么林冠英自己讲说 有 曾经三次 那么其实林冠英讲这个曾经三次 被老马威胁说要炒鱿鱿 不是他第一次讲 他曾经在两年跟一年前 都有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谈话说 老马威胁要炒他的鱿鱿 但是在那个时候呢 老马并没有跳出来否认 不过在这一本书见报之后呢 老马开始反击林冠英的谈话了 就说其实没有啊 我不会开除林冠英的 因为林冠英是代表行动党 所以我要尊重他行动党秘书长的这个职位 所以老马有他的说法 而林冠英有林冠英的说法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我选择相信林冠英 因为他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都不断重复了同样的立场 就是老马曾经要三度开除他 而当中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废除大到收费战之类的这些问题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呢 就是为什么老马现在才选择反击呢 老马自从在2022年全国大选 他输掉按贵金在朗高位 输得很惨之后呢 他就一直想要重新翻身 但他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市场上没有人接受他 虽然伊党主导的国盟曾经说 老马我们欢迎你 让我们委任你为四周的这个顾问 但是委任到现在 差不多整一年了 老马有做出什么样的这一个建议 或者提出什么样 让人家耳目一新的 政策性的东西呢 没有 所以所谓的四周顾问呢 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顾问而已 那么回到来现在 老马跟林冠英 到底谁在车达炮 我觉得老马的元素会比较高 因为他想要重新回到大家的焦点 趁着这一本书破灭的希望 抓到了机会 然后让他在这个媒体 以及让他在公众的这个世界当中 记得 让民众记得 还有老马的这个存在 老马他还有什么剩余价值 他今年已经是99岁了 OK 那么对于他来说 或者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 我觉得应该要让老马遗养天年 在家里寒衣弄损 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不需要再给他更多的曝光 就算是有其他的书本在提及他的话呢 只当作是参考 OK 当作是故事书来看就可以了 所以老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他曾经高挂 两多单人首相够了 他的这个从政之路应该要画上一个句号 不仅仅他 包括他的儿子穆克里斯呢 现在也应该要在正南上画上一个句号 除非是他找到一个新的路 新的奋斗方向 不然的话呢 穆克里斯或者是整个老马的时代 已经是结束了 反而 林冠英 接下来 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这是指的我们大家关注的哦 林冠英在两个课题上呢 要做兵州首席部长朝官有不放 第一呢 就是兵城在这一个晶片设计的事情上 输给了雪州 雪州设立全东南亚最大间的晶片设计的中心 OK 另外一点呢 就是在PBA 就是在兵州水工机构的课题上呢 林冠英也是非常凶 而且他的言论呢 似乎比国盟在兵州的反对党还要凶 所以看起来 林冠英接下来 应该会有一轮的操作